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毛巾 但是没有花花的插饭 是吧 前面讲过了 我预感到我这个学校将改变中国私立培训学校的整个市场格局 从这个意义上 你们参与建造了一个历史 也是一件好事 是吧 再加上我在前期状态不好 等到我将来牛到了 已经就不能再牛了的时候 你们想起来这个人是你们看着长大的 是吧 这感觉应该是很温暖的 是吧 你以前说要学老演拍电影 现在又办学校 还有这想法吗 当然有 可是你知道拍电影是要用钱的 是吧 这很讨厌 所以如果学校赚了钱 我一高兴就拍电影 是吧 还有就是我介绍一下一直在帮忙的那个 其实并不是工作人员 是我的好朋友 徐可老师 是吧 是新东方著名的 徐可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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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老人家 会给大家上科普的 听力人的口语 听力人的口语 听力人 好 看到人家就是哥伦比亚这个大学的 呃 导演系 是吧 电影学院的导演系 回外了 徐可老师 好 那个穿蓝衣服 刚刚走进来的那个中年男子 哦 青年男子 是吧 他是我的公司的CEO 黄斌老师 他是斯坦福大学回来的 是吧 不就这么普遍 是吧 首先一瓶斯坦福酒 我显得你很年轻的四年 另外二十一句又该膨胀了 是吧 平时他也经常提到我的学历 当我们印象不合的时候 他说这就是你的学历决定了 是吧 事业就能到这个程度 请问你拯救中国电影的事业怎么搁起来 我也很苦 是吧 中国电影还有很长的路要 怪性搞笑对你人生的伤害是什么 我没有怪性搞笑 我在很多时候都是很严肃的 是吧 就是有时候搞笑 所以对我的人生基本上没什么伤害 年轻的时候 现在结婚了不扯 是吧 年轻的时候对于胖妞还是挺管人的 如果你来到这间做脚长得又胖又老又丑 那你基本上也就伸张嘴了 是吧 所以我过去找女朋友去本都靠这个 后来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结了好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今天讲座就到这里结束 是吧 你们没有问题搞得我觉得很失败 是吧 好 又来了几张同情的 亲爱的老罗大哥 我喜欢 我就说我喜欢你们学校 你这如何学习英语的 我跟你讲啊 就是说在山里像坐牢一样 后来下去找个农民房子 躲在里边像坐牢一样 基本都是坐牢学的 这个在玉琢坡 在高中卫毕业界年龄偏大了 理财大了 是吧 能得到现在的成就 没什么成就 就是交个街儿艺嘛 是吧 实际上我的口语听力都不怎么样 这也是为什么我教了这么多年书 我除了课堂上念那些题目的时候讲英语以外 平时从来都不讲英语了 是吧 我们的老师听力口语好的 发音非常漂亮 有的没出国 我不知道怎么练的 是吧 一口发音练的跟老粉一样 这些我都做不到 我发音很难听 是吧 所以一直从来都不发音 所以我其实只是在某些方面 下了一个很大的精力 用很集中的一段时间搞定了而已 是吧 你们将来也是一样 只要自立正常的人想做一件事情的话 基本上如果你能舍得用一年的时间 像坐牢一样的去做这个事情 就把自己关起来的话 都会发生自变的 是吧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问题 非常欣赏您的博学 你是什么读书的 我半牛国之前你说我博学 还可以 半牛国之后 我接触的人都比我熟了 是吧 所以我经常会笑话的 由于中国大学生普遍不读书 尤其你们理工科的 是吧 就误以为我博学 在维基中文版课上 我被一些无知的中国大学生 被列为中国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 我排在胡适 我排在中学前老师 最后我好像排在第七 所以我去跟自由主义的右派门吃饭 他们经常恶心我说 啊老七来了 七爷可 我就是个半屏之处 在知识分子面前我是个半屏之处 我在一个最没有水平的英语教师 这么一个群体里 我是非常博学的 非常非常博学的 但是我在真正的知识分子群体 有这个半屏之处 但我一生活得都很认真 所以我是一个 上次是哪一家媒体采访 我就跟他散了一句 我说我是一个一生都活得很认真的半屏之处 当时那个记者已经崩溃了 你是怎么读书的 凭着兴趣读的 所以我经常碰到我的学生问说 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介绍 影响了你一生的一两本书 没有这样的书 这是不读书的人的想法 因为他的一生读过五本书 所以他被一两本严重的影响影响到了 对别人问他才能答应 基本上情侶读书的人 影响他塑造他人生观的 都是几百本上千本书 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你凭什么觉得自己聪明 都是别人说的 真的方便也就信了 既然坐牢一样的 既然坐牢一样的学英语就可以搞定 那老罗的培训预教是以何种方式能帮助学生 这个问题也是我们是很常回答的 就是老有人问说你这个培训预教究竟有多大的用 我的解答一直都是很老实的 就是跟减肥的那种健身房作用是一样的 就我们自己减肥又没有去健身房 少吃点多跑跑不就可以了吗 对自己严格一点就可以了 都可以减肥了 我当年减肥就是没去健身房的 我用两个月减掉了四五十斤 我过去课堂刚才也讲过 是吧为了追一个女孩子 都是妇女给我寄付的 然后当时当时我的减肥就是 就是少吃多运动没什么花招 你能减持得了吗 二四百米的校园标准跑道 我一个晚上去跑二十五圈一万米是吧 你能跑出来都能减少吃点都跑去减 但是为什么要去健身房呢 首先你不想对自己那么残忍 是不是这样 除非你要追一个女孩子是吧 要不然你可能不那么残忍 那你就抱一个健身房好处是什么呢 首先锻炼相对科学一些 少走弯路 比如说我当年自己下锻炼 左膝盖落下了严重的老水性关节炎 我一年四季都在呼吸 是吧有女生我就不掀这个了 我一年四季这里边都有呼吸 但是吧都有呼吸 所以你如果去了健身房 可能就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你问我们这样的培训学 能给你提供什么帮助 两个帮助 第一呢有经验 讲课好的这些老师带你少走弯路 然后呢你学不下去的时候 给你就刺激激励 这是学校给你的 另外一个是这个就跟健身房一样 你为什么健身房能坚持 在家坚持不了 因为健身房你花了钱 你花了钱你就心疼 心疼的话你就总去 听到了吧 培训班也是一样 首先我们老师能给你提供帮助 非常有效的帮助 但是那个帮助是有限的 另外你能坚持去 就是因为你花了钱 你舍不得你就总去 最后也就学成了 说穿了就是这样是吧 所以如果你是自觉性非常强 很自律的人 绝对不用上这个培训班 如果你时间多钱少 那就更不要去是吧 你把大把的时间换来 走一点弯路也跑过去 好 好 这是问徐克老师的 请徐克老师回答 那徐克老师去年生听到过 徐老师在行动坊里头不听力 那今后再老老需要上个方式 会有怎样的改变 除了模板没了 都有 刚才老老师说了是吧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一年之后有点显老 不是显老 头长长了 你那时候听我课说是短发 是吧 头长了显白 是有意思吗 当然有被老老折磨的因素 是吧 是不是创业累的 创业虽然累 但是挺开心的 谢谢 这是我的学生 不敢成功还是失败 大家一辈子至少要试一次创业 是吧 非常爽的 我在前期几个月 都是一个星期期间 有四到 三到四天是在办公室睡觉的 因为时间太紧是吧 总是在一夜里加班睡觉 但这感觉还是非常爽的 因为自己创业那种感觉特别好 半夜醒过来就在中关村我们的鞋子楼 然后大波里外边就是中关村的街道 有时候晚上下边一个喇叭 你突然就在办公室沙发上醒了 醒了往外一看 就觉得无比的疲劳 但是夜景非常美不 是吧 然后自己突然就嗨了 就睡不着了 一下子清晨了 心想 哎呦我 他妈在创业啊 是吧 所以建议大家 我是一个厦门来的学生 对于您在网站所做的事情 我代表厦门人 我代表厦门人 感谢你 为什么有否晚上今天没有实现盈利 我还是做得非常开心 每天都跟抽类牙片似的 我就知道有一个厦门人民在等一个合适的机会 给我写这个 学生的很多快乐都是选买不到 是吧 当然没有钱也是外外不明 还有一个你们可能学不着的课 就是SAT课程 那都是教中学生的 我也要去教是吧 我教这两门课 SAT课也要教 一定要 独害娃娃从小做起 你们这时候人生观已经定型了 好多弧度弹 我尝试扭转是很难的 但中学生还容易一些 而且我过去一直很低调很谦虚 低估自己对中学生的影响力 直到我收到大量中学生粉丝的来信之后 我才知道 我经常对着镜子想说老罗 你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人 你不要以为你只能影响大学生 老罗你曾说过自己有些想法 说出来能把你们吓死 请问能透露一些吗 这问题问的都不怀疾吗 我过去讲 我说这些我之所以不说 是因为说出来不把你吓死 我为什么要格外对你们这批学生 就不心疼呢 任何一批可能会吓死的 我都不会说 所以我不会对天津大学的同学 格外传暴 我猜维护祖国统一 并不是必须的 你猜是这句话 是吧 这是你猜的 我不希望你有什么麻烦 是吧 是这个 我说起来 反正一边一边有万个同事在 也找不到你 是吧 如果有人敲我后背一会儿 我来吃掉 我想请问一下鲁老师 你在干嘛 走下 对 好你够你呢 你好 对 是的 是这样的 因为我胖容易出汗 然后呢 来的路上呢 摊出凉快 就开了窗户 然后吹着头发像鸡窝一样 然后每一场讲座 体现对听众的尊重 我会在讲座前到卫生间洗八年 大致理一下头发走进来 但是今天因为头发被吹成了鸡窝 怎么理头理不顺 我就只好用水冲了一下头 用毛巾给擦干走进来了 他不想让你看见了 可能找到你的胃口 在吃 但是还是 明星大蜜蜜在 很多明星人的那样 什么 什么 好 谢谢 我其实挺想像明星大蜜一样 但是他 长得不行 所以只好走了看 路线 如果我长得很帅 我也会带上墨镜头很酷的路去 你在新东方时说过 新东方能做大做强 安全生于老鱼的土和熟 但是这是开玩笑的 是吧 笑的 一个机构要成功用钱 还是靠土和熟 这个你听不出来是玩笑吗 打个假设你不是航空干嘛 那么你为了搞老鱼 本群做大 是不是也要整些土和熟的东西呢 看 兄弟我们靠这个 好 你对于像浩东那这样单一的工学学校的学生 关心国域民生提高社会参与时能提一些什么建议吗 谢谢大家 建议大家看一些牛股网站 我们在2008年年底的时候 被南方报业集团的几个中国最有粮子和公信力的媒体 就南方都市报 南方中共这些挺为年度的媒体人物 是吧 就说牛股网就赚钱 但08年年底我已经成了媒体大饿了 非常多 是吧 对 老陆你好 请问关于牛股网你还有什么怀念的吗 这问题 奇怪 因为牛股网并没有车里关掉 还在北北开 这么 如果你们想看也可以通过翻箱软件过去看 如果不知道什么叫翻箱软件 那就Google百度一下 用用百度Google一下 对吧 关于牛股网被关 你会认为是什么人或是什么机构的时候 不重要 愿意是谁是谁 我总会重开的 只有那些一次打击就完蛋了 在家里整天琢磨 是谁干的 我不想知道 我总要重开的 一些人不断奋斗 无法获得成功 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 建议就是我刚才讲的 你这一生有可能没有成就伟大的事业 没有出名没有发财 但是你拼着你的权利 把自己的身边的家人和自己照顾好 等着脖子活到八十岁 那又怎么样了 你把这个世界变得美好的一点 就是这样 希望你们可以带你去 还有就是牛伯国内服务器被关闭前 有人质疑你在对管理区域搜紧 我没有对管理区域搜紧 这种说法可能是因为 牛伯被关闭前的一段时间 我们从首页上撤掉了大概九个牛伯网的头课 大部分原因都对政治没有关系 即便有也是因为政治文章在上面太多太烂 因为我办牛伯网的初衷并不是办一个实施政治类的网站 我是要办一个综合性的网站 就好像你出来办一段报纸 上面有副刊 有娱乐新闻 有八卦 还有一些什么电影去西 这些文化娱乐的副刊呢 同时也要有一些实施政治内容的报道 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整体的这样一个媒体 我办这个网站的初衷也是这样 但是呢 为什么办了两年以后 在中国的网民系中 牛伯网就成了一个政治网站呢 这个不奇怪 你知道吗 在我小的时候 图书审查是特别严格的时候 我们很多年轻人拿红楼梦当黄色小说看 你听到我意思了吗 好像没听懂说 刚说的太热了 就是说在言论审查 相对比较严格的年代 由于大家找不到更直接的东西 像《红楼梦》这种遮遮掩掩的也成了黄色小说 还没听懂吗 牛伯是一个综合性的网站 从来不是政治网站 但是因为它是中国唯一一个不晒天的网站 所以热衷政治的人都跑到这儿来贴贴着来了 听懂不懂 就是这么意思 所以我办牛伯的初衷从来不是办政治网站 但是你办一个网站跟做其他的事业一样 你做的时候有一个方向 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他有自己的命运 这是你阻挡不了的 所以牛伯最后演变成一个政治网站 我对这个结果既不感到欣喜 也不感到沮丧 我坦然接受这个结果 就此而已 最后一个问题 牛伯网的背风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 是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一种打击 还行吧 我怎么没觉得那么严重 请问你有没有另批真理的打算 没有 我们要恢复真理 而不是另批真理 谢谢 谢谢 不限考入英语专业很烂的学校 学英语一时间找不到人生方向 找不到学习状态 该怎么办 快了 请帮帮忙 谢谢 你好歹已经考入学校了吗 你还想怎么样 像我们这种 没考上学校的不也没事吗 是吧 没关系 找不到人生方向 找好 找不到学习状态 学 该怎么办 快了 如果你实在感觉状态不太好的 建议你看看牛伯网 是吧 牛伯网已经被关掉 现在流网了 人家看必须用翻墙软件 是吧 你可以尝试决计一段翻墙软件的基础 这时候你找到人生挑战 老多如果你70岁了 你希望自己怎么样 你现在靠谱吗 我现在极其靠谱 是吧 我极其靠谱 70岁的时候 我希望 呃 我没有因为年龄 变大 变得一老卖老 或者是跟年轻人老七红书的 我希望能做到这点就很好了 还有就是 我希望70岁的时候 仍然能把老婆孩子照顾得很好 是吧 呃 我是说个好的 我很喜欢编网络 想退 但开心之余 我觉得你的说服能力很强 呃 是的 我同意完全同意 是吧 这是先天的吗 呃 一小部分是 一大部分是靠后天读书 是吧 读书 我年轻时候也说过很多荒唐的 若知的 恶心的理论 是吧 是我靠读书不断的自我反显和自我修炼 所以我想后天能多一些是吧 想多一些 呃 有民办机构可以搞定 有民办机构可以搞定 但是其实确实为了成功 成功 成功是否你们搞定的隐含职 果然是工科院校 成功是否是你们搞定的隐含职 哈哈哈 我想我大概 呃 我们其实是不倡议那种 中国社会到处横行的所谓的成功学 实际上如果你看过我们学校的网站 就知道 我在推荐年轻人阅读的那个文章里 有一次就转载了 呃 广东的新洲刊杂志社的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叫成功学或者号 中国当代社会的精神毒瘤 是吧 这样一篇文章 你知道这个社会上有所谓很多成功学的大师 然后出来对着一群没有希望的人 有些人有希望有些没希望 告诉他们只要努力就能成功 我觉得这是很害人的 可能这个地球上确实出过一个一米六级的人 成为NBA明星巨星这样的事件 但是你应该因此对着一大群一米六的人 告诉他们应该去NBA打球吧 我觉得这是害人的 是吧 从这意义上 我对于部分清风照白的所谓只要努力就能成功 是随随随排斥的 如果大家有进去可以去到我那个学校网站 或者你到百度或Google里打这样一个关键词 成功学 然后中国当代社会 控格什么独流之类的 就能查到 新中看待是当年做的那个专题 那个文章做的还是有些深度的 建议大家看一看 对吧 我对所有成功学很排斥 只是你要完成一个阶段性目标的时候 找几个成功学的书 我给自己当天先骗了一次打一针 过后你不要上单 跟着他走上邪教道路 是吧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 还有 最后一个 谢谢 希望最后一个是比较过瘾的 是吧 你把圆滑的人说成流氓 但是 这个显然是你理解能力有问题 是吧 我讨厌原话事务的人 但我没说原话事务的人就是流氓 所以是吧 但是流氓中也有很多善良的人 谁说不是呢 直率的人 对 也会办很多坏事 你想说什么 我只问你一遍 你把流氓的人说成流氓 你把圆滑的人说成流氓 但是流氓中也有善良的人 有直率的人 也会办很多坏事 真的十分认为 十分认为 真的十分认为 很应该用流氓修动那些人吗 当然有什么问题呢 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 是吧 我认识的很多流氓 我当时他们一样也叫他们流氓 他们欣然结束了 好 如果没有 好 谢谢 最后一个是吧 希望这个过瘾起 老龙你好 一个高中没毕业的人 给一句大学生讲奋斗事 你认为这是中国大学教育的悲哀吗 当然不是说 那说明中国大学教育比过去流得多 你可以想像二十年前 中国任何一个学术 不会让我这种人上台 这样对着大家大放学词了 从这意义上 我觉得中国的大学 比过去开放了很多 不管你跟现场说那个公满 你的不能讨论的事实是 这个社会必须在很慢的进步 二十年前我在台上讲的很多话 可能下台我就失踪了 但是今天呢 我可以继续讲下去 从这意义上 我觉得中国社会整体上 还是在变好 大学的风气 变得越来越开放 是吧 我甚至觉得我在六七十岁的时候 有可能出任中国某个大学的校长 也不奇怪 你的奋斗史 我想我将来认为你 才可以稍稍差一点 是吧 你的奋斗史是一个特例 你认为你的奋斗史 能给人带来什么 至少能给你带来希望 让你知道在这么一个 没有冒失没有希望的土地上 一个冒失没有希望的农村青年 也能拯救一番事业 是吧 就是这样 没有就算了 有没有勉强 好 那个同学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干净 最好给我来一个过瘾的 来过瘾的欲去充舍 你刚说像卡奈基等人的书 是一种没内涵的书 是的 我说过 那么你认为像这样的 我的奋斗的讲座有内涵吗 当然有内涵 我一直在给你讲我的成功奋斗 但是从来没有告诉你 只要努力就能成功 我也可以像很多人生大师那样 我告诉你们 这个世界呢 有小草 有大树 听过吗 所以如果你这个小草呢 一定要成为一个大树 这样就没有人能见他们 这些东西我都会讲 因为我明白一个事实 就是这个世界呢 有些人无论他努力还是不努力 注定成不了大树的 你要明白这个道理 这个世界是不公平的 我们同时来到世界 你偏开家庭出身 教育程度 金钱 这些东西不谈 我们生来 智商就是有高精之分的 它就是不公平的 听懂了吧 有些人一生无论如何的努力 他都成不了一个大树 所以我从来不跟年轻人讲说 你只要努力都能成为大树 或者说你应该成为大树 而是告诉他们 如果我们来到世界 你发现你自己有能力成为大树 那你不应该成为大树以后 劝那些成不了大树的人成为大树 而是努力把这个世界变得 那些很容易被践踏 践踏之后都没有人理睬的小草 把他们的生命变得好一些 也说建立一个健康的进步的社会 使得一个社会里的小草 都不能被随意践踏 是吧 我们知道你高中初学 自学了一年英语 后来去了新东方 刚才我讲的不就这些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写这么多次 是吧 因为有天赋还是刻苦导致的 我刚才没已经讲过了 这也是我没讲完的时候你写的 是吧 这样我就理解了 那你已经听完了我的讲座 所以我就不回答这个问题了 谢谢 感觉像摸奖 你帮我摸一下 罗老师你好 首先感谢你精彩的演讲 谢谢你 是吧 你居然清楚精彩了 你开始的时候说 城市是非常可贵的品质 我开始的时候说 我后来也是这么说的 我想请问你刚才所做的演讲中 有百分之多少真实发生过的事 这个 这个同学问的非常热情 因为我讲的全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有一些可能有一些戏剧性的细节上很夸张 但归根结底全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没有什么吹牛的 有百分之多少的语言是运用夸张等羞耻手法 你注意我讲的过程中你看我的表情就知道了 什么时候我选到特别张牙手掌的时候 就是用了化妆手法的时候 你帮我看一下 我顶牛博网 我顶你 是吧 犯的人生不需要电视 其实那句话是我随口说的 像我们那种人很痛苦 随便说句话 就成了一代年轻人的座右名 我也不希望这样 是吧 你要人家怎么样 我并不想像 这句话我觉得说的过分华丽 当年随口说的 谁知道一下传遍了全国 就跟拍拳子的 成了人际阶子的运营车 我随口说的 传开了 所以媒体经常问 说罗老师都是你们所有名 实际上这已经搞得很尴尬了 你如果每年接受一百多家媒体访问 来了就问 飙汉的人真的不需要电视 你就感到很难受 你就不想听了 一听就很恶心 实际上 尤其是想到在我的家 将一句土话 所以一个人出来装疯卖赏 就耍到标 我爱你 我也爱你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